针灸的起效啊 第一个和进针的深浅有关系 这个例如说足三里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了 例如说足四马 你看足四马 是不是可以治疗所有的皮肤病 它是不是可以治疗肺炎 肺结核肺炎 肺结结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还可以治疗半身不随 那你进针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不能统一的足四马 我都要扎到针尖底骨 这样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例如说你用足四马治疗 什么皮肤病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来着 以皮治皮 对不对 治浅扎浅 治身扎身 针灸的三财是怎么来的 天地人三财 不就代表人的三交吗 对不对 所以你例如说你扎足四马 你用它治疗皮肤病的时候 你就进针一寸 你用它来治疗肺炎肺结结的时候 你就用它进到两寸半 这是进针的深浅 然后再一个进针 考虑的叫什么 进针的方向 最简单的 例如说官员 官员扎针的时候 如果你用官员 你讲讲官员是干什么呢 把元气关在里面 所以它在干什么呢 培缘固本呢 对不对 它是一个强壮穴 保命穴 所以官员穴 如果你用它 补须培缘固本的时候 要干什么 要直次进针 那例如说 我用官员 例如说 我用官员治疗女性的崩漏 治疗男性的扬眉 这些的时候 我要扎针的时候 要干什么 我要使 我要斜着向下进针 使针感到达会阴部 那例如说中腕 中腕治疗常规被病的时候 怎么进针 是不是直次进针 一寸到一寸半就行了 那例如说 我用中腕治疗 背下垂的时候 要怎么进针 要往上去透去 听到 中腕 可以透什么 上腕 就是你扎针的时候 方向是不是就要变了 所以第二个 第一 注重进针的深浅 第二 注重进针的方向 还有一点被你们忽略的 也是针灸里的最高级别 是吗